Lio聊世紀 天天的五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不列典人對上去者羅倫 這場不才是天梯的哈拉姆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大約10點鐘方向的viper 選擇到了不列典人 那不列典人應該也是大家 小時候很喜歡玩的文明 因為這個弓兵射程非常的遠 長弓兵的射程可以高達12點 那個見與其發的畫面相當療癒 不列典人他的打法除了弓兵之外 還可以打槍兵或是劍兵勇士 或是三攻三防都有 而且軟甲技術也有的狀態 他的騎兵路線稍微可惜了一點 沒有這個品種 但是他有三級馬鎧的關係 所以後期遇到對方戰毛兵反制弓兵的時候 輕騎兵還是很足夠能擋住戰毛兵的反制 不列典人他的巨型投射機的戰狼科技 也是比較可怕一點的 因為他的巨型投射機可以獲得爆在範圍的擴增 而且還可以獲得100%的命中率 雖然我們有在比賽中看到有miss掉的 所以應該實際上是99% 但是也可以直接看成100%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驅者羅倫 這邊是哈特選擇的文明 驅者羅倫特色是開局的時候會多兩個果樹蟲 而且這個魔防裡面可以喝這個羊奶 你只要把馴服的動物放到魔防裡面 這個食物就像生物產出的環境一樣慢慢增長 非常的舒服 驅者羅倫他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騎兵路線是比較多的折扣 還有銀罐薩地律 可以讓食物的消耗減免非常多 而且騎兵的額外增傷非常多 不管你是要打駱駝還是閃避馬 都是效果非常好 後期也可以考慮轉大相公兵 配上金罐前線位隊 可以讓駱駝跟相公的近戰防護率加4點 相當不錯的選擇 那他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他的槍兵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還是要多靠自己的駱駝 反制騎兵殘刑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目前看起來驅者羅倫左邊有塊小金 右邊也有一塊 黃金的位置算是比較... 怎麼說呢 比較OK一點的 最後這塊金不太OK 這塊金是還好 那主金的部分跟石頭都很炸裂 前面都沒有任何的木頭 要圍的話要圍得非常非常大 勢必要圍出來一點才行 那如果不圍的話 還是要投資個劍塔會比較適合 那如果他要小型圍的話 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我們可以這樣子圍過來 圍過來 或是這邊直接圍到這裡 然後在這裡圍過來 就可以了 用TC去防守 當然這裡有個問題 如果你用TC去防守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圍死 你沒有圍死的話 待會如果人家洛馬衝進來 你就爆掉了 所以最好圍的方法呢 還是要圍大一點 把這邊盡量的圍死 會比較OK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Viper這邊 Viper這邊的地圖問題 看起來是右邊這塊金的比較難受 但是呢 並不是靠正前方的 所以HART在這場比賽中 是比較佔據劣勢的狀態 而且Viper的幕區看起來也比較完整一點 有三片幕區 都是比較平均的一點 可以比較方便圍加 好那RIPE這邊 打出了棒棒開局 因為不列碟人的癡陽速度 是遊戲面最快的 所以他很適合肉碼開局 或是棒棒開 沒想到我們之前的影片 都在講不列碟人很適合棒棒開 結果都沒有棒棒開 我每次只要一部講他很適合棒棒開 或是肉碼開 然後他就會棒棒開或肉碼開 到底 這個就是量子力學 吸引力法則 好像開對 好 那我們這邊也看到了 驅逐羅人點下了一級農田 Viper 裝甲步兵已經升級好了 然後看一下這個 木牆血量掉的非常快 好 直接拆掉 這一村可能有機會拿大Viper失誤了 哇你怎麼網溜 哇這個 這個是Viper的失誤 很明顯 這個本來一村的拿到 Viper沒想到 好 犯了這個 奇怪的錯誤啊 那為什麼Viper剛剛要突然拉一下 他是想要卡位 然後直接硬點 或者是他剛剛不小心空到 點到右鍵 點到地板 所以剛剛 步兵們的傷害 並沒有打出去 那或者是他想要控一隻裝甲步兵 就控到全部 滑鼠連點兩下 所以才會犯到這種錯誤 不然他剛剛那一村 讓兩隻裝甲步兵 去追 用一隻去卡住 就一定能拿得到 百分之百 好 百分來了 前置射箭場 這就很麻煩了 裝甲步兵 配上 弓箭手 那這個是 不列顛的前期很強烈的打法 開局裝甲轉小弓 那屈折羅人在封箭時代的優勢 並不是太大的 基本上說是他墜落的時期 就是可以再說 屈折羅人的封箭時代 因為他在這個時期呢 並沒有駱駝或閃兵馬 這類單位可以做使用 那遇到這個裝甲步兵跟弓兵的情況下 還是得轉射箭場 去反制才行 好 這邊騎兵想要去攔截一下 過來支援的弓兵 哈瑟這一波攔截的漂亮 好 那拉了一隻槍兵過來防守一下 好 那射箭場 這時候才補一下 先穩住4片錢之後 再去補一下自己的射箭場 因為大主軸呢 還稍微不斷春為主 黃金時代的話 對手這樣子的閒壓 雖然你會有壓力沒錯 但你有劍塔 所以有劍塔的路區穩定 就不用太擔心 你會被攻破的問題 但BIPER這波壓力 確實給的很好 只要讓對手插下劍塔 那這一波的攻勢 就已經做到足夠的效果了 那待會哈瑟如果升到城堡時代 需要開城鎮中心的時候 這個石頭 直接是少了 100多 125石頭的關係 所以如果他要開3TC的話 勢必要去挖石頭 或是直接買石頭回來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有點傷經濟了 那BIPER要開TC的話 只是不用挖石頭 就可以開一下城鎮中心了 所以 他不差劍塔 這件事情 我覺得 還是得差 你雖然知道傷經濟 但是如果你不差 你就爆開 那你就沒有後期了 也不用想著要開TC什麼的 所以對於新手來說 我的建議就是 你覺得你扛不住 地勤很爛 好像這基因在外面呢 就直接插劍塔就好 不要去想後面 你能不能守住的問題 因為你沒有前期 就沒有後期 人被殺就會死 一樣的概念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射箭場 這裡 沒有再繼續按攻兵 MIPER家裡的部分 也沒有補新的射箭場 而且還沒有維持 這其實是蠻危險的 但是這種 歐印式的打法 要的就是 歐印資源 然後 趕快把資源 農到城堡時代 那在升級的途中 或許 可能 會去把家裡給圍死 但MIPER現在這個地圖 要圍死的話 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圍的範圍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能要拉個五六寸 才有可能圍得好 那MIPER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哈特也成功的 把這個射箭場 給拆除了 目前看起來三隻中甲步兵 給到壓力還是非常大 這裡用弱馬 解決掉了 剩下了中甲 這裡補了一個哨戰 待會就可以看了一下 比較好的飾演 哈特現在還沒有 勝勝城堡時代的關係 先趕快派兵過去 VIPER把正面的位置 給鎖住了 家裡補了一個射箭場 重新補下 按了一個馬就 待會就可以直接 弓兵轉農兵 配騎士的全黃金兵的策略了 城堡時代開始 不列典人的射程 也會開始變長 後面是帶著不列典人的弓兵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厲害 所以到了城堡時代 哈特要特別注意 要不要先轉戰毛兵這件事情 但是有可能在轉上去之前 就已經爆了 這裡打破一個牆 走進來 毛兵直接輸出一頓槍兵 波馬走出來 但是VIPER沒有打算要回頭 想要這坨弓兵直接秒殺哈特 但是家裡的部分感覺也要被秒殺 這裡被迫收村 右邊可以開一個城鎮中心 VIPER沒有打算開城鎮中心 因為他的石頭已經賣掉了 結果往前走 遇到對方的毛兵 這邊要等一下 時代升級 現在一級射才剛補下 二級射也要馬上補了 結果為了按一隻騎士的關係 被迫買賣一下 賣了兩百木頭 點下了二級射 這一波射過去 沒射死 八隻弓兵過來了 直接控阻金 金守不住 哈特在後面 解決 VIPER的騎士了 損失了兩匹漏馬 但是這個駱駝刺頭 還是給到很好的壓力了 那目前看起來哈特現在 要繼續扛住的話 這裡還要再補一根劍塔 這個劍塔來就擊補嗎 看起來是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右邊的話 劍塔這裡要再考慮補一根嗎 這裡補劍塔很重要 但是現在 沒什麼機會可以補 結果還被抓掉了一村 VIPER這一波的工兵 給到了很好的影響力 這裡居然有隻騎士抓到村民 這個村民是怎麼了 到野外伐木被抓 好工兵走到了後面 毛病已經回家 來進行防守 哈特這裡等下了城堡時代 還有30秒的時間 30秒的時間 好三隻騎士走了過來 兩隻 第三隻還在後面 三隻騎士過來 加上前線的十隻工兵左右 哈特現在 沒有辦法能夠反抗回去 VIPER的這個猛攻 快把哈特給秒殺了 但是現在哈特 要趕快急需獲得黃金來源 這個城的中心 趕快補在右邊這個地方嗎 反正是補在上面這個位子 好 但VIPER很努力的 在控你黃金 那以VIPER的視野來看 你的這個金這麼爛 你的金也很爛 直接控住你兩個金 那你應該在後面挖黃金才對 那其實哈特根本沒有在後面挖黃金 好 那這邊賣了215 獲得了165塊黃金 現在這個實物改版獲取的黃金 非常非常多 那現在對於哈特來說 還有六隻癢的 柴奶能力 這個羊奶喔 一直喝一直爽 這個食物呢也慢慢的上升當中 這樣對於買賣來說 可以賣食物的文明喔 都是很好的 這樣那個食物採集有增加了 像高綿阿 斯拉夫 波蘭 這類的文明喔 玩這個賣肉遊戲喔 都特別有優勢 驅座羅人則是沒有太多優勢喔 只有這個慢慢產肉 那通常這個產肉能力要到三十幾分鐘喔 才會大回本喔 我記得是27還是25分鐘之後就會回本喔 但之後又有改版喔 所以我也不確定現在新的版本又是什麼樣的情況喔 那不管怎麼說 驅座羅人他的肉量到後期喔 不過這個羊奶可以一直吸一直爽的話 後期的食物喔 再加上這個薩蒂利的食物減免 那個很容易就蓄起來一波大軍喔 好 那接下來看起來 Viper 是已經點下了雙TC 這隻騎士想要打 結果馬凱只有一擊 還戰毛兵好像還打得動 只有3點防禦力而已喔 3點防禦力 2加1 3點防禦力 所以戰毛兵呢是5點傷害值喔 所以看起來這個戰毛兵喔 打騎士還會痛 就是因為他打下還有2滴 那Viper這邊要思考的事情是 要不要轉工程器製造所 或者是要把二級馬凱也投資上去喔 這是Viper現在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點喔 那Viper應該是要繼續走攻兵路線喔 彈道權已經補下了 那現在3TC還沒有如願與常的馬上開出來 現在TC的數量有點少 好 哈特用了這一波戰毛兵直接壓了回去 喔 這邊 來了 3隻騎士硬吃 不用投資3級2級馬凱 騎士數量夠多就行 後面的工兵也在努力輸出 想要偷點駱駝喔 但駱駝有拉開 哈特這邊的控制細節控制得很好 高低一個反擊回去 工兵就往前射 射倒了這隻駱駝 漂亮 彈道血液好 就完蛋了 啊 不列典的工兵又有彈道血的時候是非常可怕的 想點誰就點誰 就像現在的季州導彈一樣 非常的精準打擊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不列典人這邊點下了 二級伐木 BIP這邊經濟有點炸裂啊 經濟科技其實都沒有點喔 二級農鐵也沒點 也沒有點這個輪走技術 BIP的打法真的是有一直在改變喔 好來看一下這一波工兵應該是有點難秀了 BIP在左右抖動但是想往前走 但是好像沒有走不開 應該是要直接放七了 這一波騎士並沒有跟上來 是在後面補血的樣子喔 好 騎士殘血的在後面補血 新的在後面也沒有辦法 這裡不想要去控時間 但是還是換掉了一些戰毛 喔 殘血的戰毛點掉 這個細節 很細節很細節 好 哈特這一波3TC繼續農 BIP這裡也是終於 開出了3TC喔 那目前BIP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工兵路線 畢竟不列電人工兵還是比較優勢的 但是一旦驅著羅倫的肉跟黃金起來之後 就可以直接產出全黃金兵的策略 而駱駝配閃避馬 這是比較好的對抗BIP這邊的組成的玩法 好這邊工兵走進來 射一下這一村沒死 殘血躲掉 哈特現在把戰毛兵全部拉過來防守 這一坨工兵 走得掉嗎 後面騎士在追 又抓掉了一隻戰毛 哈特點下了0鎧甲 0鎧甲 這個生魚走去哪 你想去哪 生魚 生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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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 要被點掉了嗎 差一點 要撿生物趕快回去吧 前線殼是很危險的 這裡6隻工兵走過去 剩下5隻被TC射倒 全部送光 右邊的工兵送光了 現在只剩下高地這一坨 那Blaid天人在城堡時代中期的時候 他的工兵只要被戰毛兵給壓制之後 其實並不是有這麼有侵略性的一個文明喔 那通常是要搭配騎士沒錯 但是搭配騎士之後 驅著羅倫也可以轉出生魚或駱駝 是進行反制喔 所以BIP現在推進了會變得更小心一點 而不是像剛剛那樣子喔 非常大手大蠟的走進去了 所以剛剛BIP就示範了 你的工兵如果沒有騎士保護 直接大蠟蠟走進去 就直接被戰毛給解決了 畢竟有射程優勢並不代表 你就有決定性的優勢權 人家戰毛兵夠坦 走到我臉上反擊你 也是ok的喔 BIP這邊點下了二級馬卡還有跟蹤技術 生魚再次遭翔 能夠遭到一隻騎士 好 駱駝往後拉走 戰毛兵往前 騎士往前輸出 駱駝又先用工兵點掉 但是後方騎士數量死的有點多 這一波的駱駝數量很龐大 戰毛兵努力輸出 MIPER這根城堡能夠蓋起來 但是自己的部隊可能會損失到只剩幾隻的數量 這隻騎士被招降之後 才在為自己的工兵輸出 趕快收穿MIPER MIPER怎麼還想要去挖金礦 好像也可以啦 反正你敢打我村民就被等著被我射 但是直接被空在這個地方 戰毛兵 昌公子直接被亂矛頭死 工程戰相來了 這波HART工程速度很快 這跟城堡能夠扛得住嗎 現在越來越常看到了 城堡時代轉這個衝車的打法 用這個閃避馬去躲掉城堡的傷害 HART一直在秀操作 後面工兵嘗試解圍 頂下了近射孔 終於可以收到城堡底下的單位了 這個城堡要想辦法守住騎士的部分 現在沒有辦法過去幫忙 因為後面有城堡會設有騎士 那這裡沒有轉出投石側的話 應該就來不及了 這跟城堡很快就會被拿下 VIPER暫時只能用長攻兵 在後面補傷害 那目前看起來VIPER還是比較偏向 守城路線 一定要死守這個路線 騎士放出來打個一下 閃避馬過來幾個圍 但是城堡沒有再設閃避馬 閃避馬打攻兵很痛 用四刀一隻 長攻卡不住 好 繼續砍 繼續砍 欸 再來 哇 又砍死了一隻公兵 這隻閃避馬 解掉了兩隻公兵 可能賺 前線的騎士再放出來 繼續砍 被射就放出來 放進去 OK 再放出來 再放進去 OK 好 之後用公兵解掉了 這一波VIPER守城成功 馬上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待會按個投石車就沒那麼難受了 騎士成功擋住了這三隻的工程戰象 那目前看起來VIPER的帝王時代已經點下了 缺者羅倫這邊剛剛投資了太多戰象的關係 所以肉消耗的有點兇 帝王時代還需要再趕快多撒農田才行 好 但是這些村民並沒有原地撒田 而是要去採其他資源 採黃金 但是你現在其實是蠻缺肉的喔 要不要趕快補肉呢 卡特這邊並不是很著急的森帝王 反而是VIPER先升上去了 好 閃避馬這一波打到了一些村民 快反擊回去 那VIPER這邊開始打算要轉步兵了 整個槍兵防守一下你的閃避馬 騷擾家裡的問題 但這一波 卡特要殺個VIPER一個措手不及了 這裡蓋寶已經看到 才剛蓋下去而已 兵力趕快往前步 看一下你後面到底有多少的防守軍 但守軍其實並不多 只有少量的部隊 VIPER這邊的部隊 要不要往上拉過去防守呢 好 這一波供兵在後面點 好 這裡有洞 根本沒有圍起來 欸 驅逐羅 這裡有點尷尬 騎士還在輸出 還在砍村民 VIPER這裡的部隊並沒有往上移動 而是在努力在控上面這坨兵力 下面這坨兵力決定不回救 而是要進去進攻帕特加里 但這裡有更多的村民過來 直接硬蓋 這一波應該是能蓋起來了 VIPER這一波已經損失所有的單位 但是已經升到帝王時代 加里趕快補一根城堡 這裡可能補一根城堡 或是補這個位置 綁一下附金 巨型投資機就可以開拆了 好 但VIPER剛升到帝王時代 並沒有足夠多的支援 甚至連三級射都點不下去 VIPER一次到自己的經濟差的問題 馬上補下了手推車 巨型投資機反而是選在了正面的位置 HAT則是這邊利用自己的城堡 去挖VIPER的附金 那就可以平衡一下自己附近被控的問題 好 巨型投資機 開始攻城 走推車 三級射點下 HAT現在城堡塞打帝王 很難打 這個真的很難打 來 看一下這一波 周春 提示出來 砍了一刀 好 跑車過來 拆死砸三個工程站向突然傾巢而出 但是還好VIPER有按一台投資車 稍微 預判了一下你的想法 結果這邊是有點 這個投資車 好險好險 差點被頂掉 右邊目前城堡的位置 補下了薩地利科技 待會出所有的ROAD單位 都比較便宜 但是現在城堡打帝王 HAT能夠擋得住VIPER的帝王時代的 不列爹嗎 現在射程的來到10點 10點射程 這個射程是非常可怕的 待會就點一下銀罐 亦有其兵 長弓 加上弓兵的射程 這個是來到11點 跟12點的射程 好 但長弓兵現在沒有點精銳 所以射程方面還是一樣是5加5 好 巨型投資機慢慢進攻 拆掉你的城鎮中心 Murper在家裡反而沒有補城堡 哇 這個有點大膽 我覺得下面補了一個新的 城鎮中心 但沒有去補 城堡在家裡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完全不會知道對方哪時候會衝出來扁你 好 這裡有弓兵 稍微扛住一下 好 長弓射程真的遠 可以投射你的村民 那現在Hard家裡已經一片狼藉 中間有非常多的農田 已經沒有辦法正常運作了 好 修導院兩個生物 一腰被打出來 但是Murper這裡沒有助手模式被吸引了過去 弓兵被射到兩隻 後面 長兵過來看一下 你後面的經濟狀況 但我怎麼覺得Murper這裡有點危險啊 閃兵馬過來 抓了Murper村民 Murper這邊有點忙 這邊也在開戰 這邊是一個雙槍進攻 但是長槍兵已經升級好 但是閃兵馬還是成功抓掉了投石車 這一波交換 第一台投車拿掉 第二台巨頭也拿下了 這應該是沒問題吧 OK 拿掉 但是Hard損失掉了自己的大量閃兵馬 那閃兵馬打光兵依舊好用 快打趕快打 Murper家裡 好像開始被反擊回去囉 這一波 聰明不敢繼續挖礦 到後面挖法木了 Hard現在是126吋 對Murper123 Murper直接轉成了 劍兵系 而不是槍兵 這就有趣了 取者羅人要打贏劍兵的話 只能選擇寶兵單位 還刃投資手 帝龍時代才有火槍兵 Hard這邊要趕快升帝王 OK 那就待會可以看到火槍子出現了 好這一波 三兵馬 直接硬扛的弓箭傷害 手撕 這邊的弓兵 弓兵也搞定了 目前看起來Murper 順勢經濟不是很好 是因為跟二級龍天有關嗎 確定 這裡有一隻 駱駝閃兵馬 還有陣毛兵過來 Murper直接拉了大量聰明 直接過來手撕大象 要來拔象牙了 右邊四隻弓兵 血量掉的有點多 但是後面的單位還在輸出 怎麼辦 這些聰明可能有點危險了 其實離死之前打掉閃兵馬 那就沒問題了 但是Murper家裡開始有點炸裂了 這裡不補城堡真的太傷 你的閃兵馬就可以一直衝進來 真的看的有點難受 Murper現在家裡很難打 Hard這邊打得十分漂亮 閃兵馬一直輸出 但是Murper也沒有足夠多的石頭 可以去補下新的城堡的樣子 那個石頭在右邊好像沒有看到嗎 其實有看到石頭 但是沒有去挖而已 可能覺得那邊也不太安全 好 Hard開始往上方面的地方開始進攻了 下面這邊偷挖石頭也沒問題 還挖黃金 Murper這一波野礦沒有控好 結果打了這個銀罐 還有這個常見兵 經濟來到了極限了 現在還有機會嗎 Murper這邊也是想要去尋求野礦的幫助 但是並沒有看到野礦在這個位置 已經被Hard挖得非常開心 Hard應該是被壓在家裡的一個角色 以Murper的視野看起來 你應該是沒有機會找到野礦了 但殊不知他已經挖很久的野礦了 Namaste 這裡 這邊看到 你這裡有這麼多的村民 Hard終於 被抓包了 Murper終於意識到 你居然偷挖了這麼久 這麼久 輪甲技術不下 防御率變得很高了 遠防有4點 這毛兵點下三級射 變成3加3 6點 三級的步兵鎧夾點下 這樣見兵器 就不太容易被這毛兵給反擊回去了 好 那現在 家裡的部分 暫時擋住 但是這裡有非常多的產能 隨時都會有兵會衝出來打Murper的田 Murper的注意力會一直被分散掉 Murper這邊劍兵有4點下 Hard化學也點了 帶回火槍出來 要擋劍勇 應該是輕輕鬆鬆 這裡出來 直接砍爛這裡的工兵 Murper後面這裡挖黃金的村民 一直被受到三樓 化學也點下 劍勇點下 但是黃金被控了 很難受很難受 哇這裡沒城堡 對方真的會動不動就衝出來扁你啊 Murper Murper這邊石頭也在奴隸開採當中 他突然意識到家裡這個問題一定要守住 但是Hard的主金好像能挖嗎 一直處於能挖跟不能挖的中間 Murper這塊這個礦要不要往前線挖呢 右邊兩隻劍兵勇士 開始村民把費 我想砍誰就砍誰 但是現在家裡的問題也很大 快要守不住了 現在這個城堡也一直在輸出 打掉了很多的單位了 17隻的單位啊 左邊肉馬也在輸出 現在到處都在著火 每個地方都在開戰 Murper的劍兵勇士一直往前補 而且現在在戰武兵補下了火槍 現在打劍兵勇士效果很好 劍勇還在追 Murper火槍很難打 家裡的部分閃避馬跟肉馬還在無情輸出 Murper的村民術掉到了108村 村民術越來越少了 家裡的槍兵趕快按才行 劍兵勇士開始往前 想要直接帶走Hart的家裡 但Hart這一波防守守得很好 火槍的數量開始慢慢變多了 然後有火槍 這一邊的家裡守軍就沒有問題 Murper家裡則是槍兵需要再按的更多一點 現在經濟用的很極限 閃兵馬加肉馬再繼續往你家補 這裡村民再繼續收村 有點難受 Murper這裡發現已經不太能夠正常營運了 黃金沒有辦法正常開採 自己的附金被Hart給拿走 Murper直接在你面前 主金補下了城鎮中心 這一波兩邊打的是非常 互槍傷害 但是Hart這邊守得比較好 火槍輕鬆一舉了 就擋下了劍兵勇士的推進 這一波推進 由Hart拿下非常高的優勢 本來Viper是一直進攻的那一方 結果這一根城堡拿不下 建立起了一個軍事基地之後 Viper的風向開始一面倒了 現在Hart繼續把兵力往前補 火槍也在補 看起來Viper現在要打贏真的是很困難了 現在沒有石頭也沒有辦法在家補城堡 閃兵馬一直往家裡放 那就有點難打了 軍兵勇士也在後面繞 現在Viper一直想要從劍勇前面進攻 看能不能拿下你 但這邊有個高地堡 現在後面這片農點地帶應該就能守得住了 那這邊的部分槍兵還是努力扛住了 哇這6隻槍兵擊殺了15隻的單位 這個槍兵也是挺猛的 火槍兵手扔掉 這邊前劍兵勇士 哇你現在才發現裡面有點踩金踩石啊 Viper 哇難怪經濟這麼差 Viper的經濟跟Hart持平狀態 誰出誰贏還不一定 這樣看起來Viper是比較難受的那一方 Hart看起來也好像也快不行了 但是Hart現在擁有的優勢還是有的 這邊黃金還可以挖的時候也能踩 而且比Viper的大本營非常接近 Viper也沒有開始往下搬 只稍微搬了一些並沒有全部移動 所以Viper勢必還是會在這個地方進行防守反擊 那Hart這邊要思考事情 要不要開始往這兩根城堡進攻了 因為這裡的黃金要是能拿回來的話 對於Hart或者是Viper來說 都是一大關鍵喔 只要哪裡有金 人就會往哪裡走 在世紀帝國裡面一樣 一樣的道理 那現在村民的部分趕快往後拉吧 這裡城山中心已經被拆掉了 巨型投石機開始慢慢攻城 兩個聖物被打噴出來 Hart這邊有大動作囉 肉馬跟戰狼兵從上方城堡地方開始經過 城市中心已經開始補在你臉上了 Viper這邊點下來的三級馬鎧 想要用戰狼兵 想用清奇兵反擊這些戰狼 好清奇兵不怕你打了 但是這個數量是不是有點多啊 33隻的數量 這個數量是有點多啊 好後面城市中心加城堡 輸出一下 但是Viper後面的經濟開始炸裂 Hart的大洛瑪已經升級好 哇很麻煩 攻擊力算只有9點 但是現在打起來 這個價格太便宜了 可以瘋狂的多線騷擾 好右後方的洛瑪繼續往後溜 劍兵武士繼續往前 劍兵兵往前衝 這一波火槍有守在後面擋住 Viper的村民被砍掉了大概10寸左右 10寸左右 10寸左右 還沒有到20寸這樣子 但是Viper這邊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art拿下比賽勝利 那Hart這邊會打贏 也是因為這邊開始攻城了 4台巨頭拿下第一洞 那第二洞機三洞再繼續打 這裡繼續把肉馬派進去 Viper再守家 那正面的話 這兩塊黃金被拿回去 基本上就沒有辦法打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由Viper拿下黃金跟石頭 然後Hart看起來石頭比較少 但是他卻把這些城堡都插在了一些關鍵的位置 那我覺得最關鍵的位置還是這根堡的建立起來 這根堡建立起來 Viper就真的很難受 因為這裡的礦都被控住了 這裡有石頭黃金 然後這裡又有石頭 這裡一塊附金還被挖走 只能說Viper被追最重要的位置 直接被對手給控制住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來拍片 就這樣請幫我下一個訣竅 或是可以給我下一個訣竅 製造成這樣 我們記得這個遊戲